台中地区从今天下午开始 下起了间歇性的豪大雨 即使雨下下停停 慈一志工同样穿戴雨具 在固定时间来到东区环保站报到 不少人都觉得做环保 让心灵获得平静 所以即使是下雨天 也不能阻止他们做快乐的事情 大雨下下停停 地上满是积水 东区环保站里一样忙碌 机车上头挂满雨衣 有人连雨衣都没脱就忙着分类 有人赶紧处理湿搭搭的塑胶带 量干年车才会收 有那种干净的 这个一个月我们这里 这两千多公斤 像一堆山 即使下雨还是要来环保站付出 做环保啊不管你下雨天 还是晴天都要来啊 来大家共同分担 65岁的赖云跟多数志工一样 穿雨衣骑车过来 只不过他住在雾峰 遇到下雨 车程往往超过半小时 没时间寒暄 没空挡休息 东西放好立刻投入分类 对他来说这是最幸福的生活 31岁那年首寡 尽管多年过去始终放不下心理的苦 老公爱吃酒 老公都很多人在做 就吃一死的孩子 看大爱台认识此迹做环保了解自己才能放下转念 平日存竹筒也把逢年过节买纸钱的金额全省下来做爱心 帮助艰苦人 因为我们就在艰苦比艰苦 还有很多 对吗 我们就是要救很多人 投入环保六年多 赖云笑说他帮自己找了最快乐的退休生活 大爱新闻黄子林郭继宗台中报导